我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到日照去了 找我那个好友啊 这个车站挺大的 感觉山东这边什么建的都特别大 特别宽 是吧 你看那后车厅建的跟人民大会堂似的 哎呦我个天 都找不着转向了进来 那我哪就见 他说三天买的你给处理好 那什么我不知道 来了 这俩包太沉了 这上面都放不下我这包 好友是山东人 过去在牡丹园认识的 当时我们都是年轻小伙子 一晃六七年过去了 都成了中年人了 他已经不坐北漂 在日照做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 去看看再说吧 我是从林毅出发的 由于我离汽车站比较近 坐的汽车 没想到坐汽车时间这么长 因为这辆车站站都停 并且有很多中途上下车的旅客 所以时间花的比较久 后悔啊 愣是坐了四个小时才到 这是日照的高铁站 显得特别的空旷啊 人好少啊 这么大一个车站 没几号人 这简直是太夸张了 我跟家人说我要去日照了 我妈说 那个地方现在跟鬼城一样 有什么可去的 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朋友在人这么少的地方 究竟做什么 我还是蛮好奇的 天色已不早了 他会在下榻处来接我 骑着个车 怎么还骑着车来见我呢 这车多少钱啊 这个 99块 交99块押金 你交押金了 一个小时内免费的 你不怕到时候这车 哪天又没了 这是政府弄的 哦 政府弄的 这还挺干净的 是吧 那边团 没空眼睛 是不是这儿有好多海警房 我来这里是9月中旬 已然到了日照的淡季了 这房间70块钱 就我一人住啊 人家也不过来跟我住 人是在这儿上班的 家里在青岛那边 我一个人住的 这环境还是挺大的 这还不错啊 挺干净的看着 这说是政府开的 所以便宜 这边好多都是政府的项目 但是外边没什么风景 好机友我就管他叫小山东吧 他告诉我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海边 还有一公里左右 日照的街道真的是太干净了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洗肺之城 小山东首先带我们去吃海鲜 哇 这么多海鲜 好多都没有见过呢 我不想让小山东破费太多 就尝尝鲜吧 这是煎饼 这种煎饼是鲁南地区 特别喜欢吃的 卤北反而没有多少人去吃 这都卷不上 这漏着这么吃 这饼好硬啊 在我的建议下 又点了一个生蚝 但是这个生蚝啊 把我俩都吃得有点拉肚子了 他后来告诉我说 这边现在不是吃生蚝的季节 你看现在这个生蚝肉又小又不嫩 但是这个黄花鱼真的挺不错的 挺新鲜的 一共这几个道菜 三个肉菜 一个素菜 一共破费了小山东200块钱 你们觉得这里消费贵吗 不过我觉得啊 在现在任何国内的城市里边 只要下馆子吃得好的话 人均都要花50到100元以上 看到了吗 这个来到了这地方叫东夷小镇 这是日照著名的网红大咖点是吗 都是模仿了一些古建的 就跟北京那个古北水镇似的一样呗 对吧 对 招财桥 这个网红点怎么人那么少呢 几月到几月是旅游期间 678 那这是武夷国庆 这儿有那个酒吧吗 有啊 有那种酒吧吗 同志酒吧 日照有 但是这儿呢 日照有 六月高考考上之后 九月份之前 开学之前 包括中学小学 都是放暑假的时候 可能家长会来这儿玩 这儿孩子 就跟那个南罗偶像似的 本地才200多万 都不到 本地人平时也会来 周末也会来 但是七八点就走了 这种小地方夜生活 没有那么丰富 对 小地方夜生活不丰富 东夷西戎 南满北迪 知道吧 所以你们这块是属于最东边了 中国的最东边 那像我们那边呢 就是 就是北迪 叫北迪小镇 这个 迪这个文化 对 东边就是东夷嘛 你说南蛮子 南蛮子的 南边就叫蛮 知道吗 肠粉 肠粉吃过 那广西多的是 广东广西 上面 上面全是舒法 是吧 不错不错 这个季节正是最舒适的时候 喝点酸梅汤 结底油腻吧 这个山东煎饼 每次都排队 是吧 现在都没了 再往前的话 就是客栈了 宾馆 旅店 高端一点的是吧 或者是饭馆 也没有很高端 出来以后 发现周围的人都那么小 都那么年轻 就咱们俩大老头子 大叔 进去吧 无油客栈 你看这是我们南蛮的 这假的吧 这个 真的 看他那价格200多300多 也不是很贵 现在是淡季了 山东有哪些房价过万的城市 南蛎岛可能是年台 那就是淋漪 淋漪也算得上 对 日照 日照也是 因为日照这边是海滨城市 所以他房子就贵 养老有一些人会考虑到这来 但是他这边的本地的人的消费又没有达到 是吧 工资水平还很低 工资跟这个房价产生了一定的落差 GDP你看日照是倒数第二 倒数第一是枣庄 这个现在是已经过了那最潮的季节了 这是自动的机器人 不用人 小朋友 我等你很久了 我不是小朋友 现在这东西好智能 一杯冰激凌15 傻不辣机的 退下吧 看着东夷小镇上的年轻人 走着走着 小山东不禁的感慨道 你老吗 新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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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过了30多了 我都觉得没有以前那么有经历了 这管人啊 像一个老破船 住在走条猎王 住在走条猎王 是不是北京现在还有很多人 就赚了3000多 4000元 对 真的 好像不是一样的 那你要愿意不愿意回去啊 不不起 第二天小山东下班 我们又出来吃饭了 这一次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他说 带我去帅哥多一点的地方 挺好车 我们去逛夜市 大学乘夜市 这里人气真旺 他是想看小帅哥了 现在这座位不都空着呢吗 一会儿就没座位了 那就吃吧 块儿都是好多大学生 在这附近吃烧烤 这个日照有很多的那个大学 什么山东体育学院呢 区府师范大学呀 济宁医学院呢 等等还有很多的职业学校 这几年比较流行吃这种猪肉串 还有这个烤大蒜 我尝了一下 嗯 味道非常好 这个蒜 还挺烫 但是挑一种愿呢 那么有人气 还是靠这个大学生给撑起来 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些大学生呢 这块显得很萧条很冷清 咱们都老了 变成老批了 看这些年轻人 哇小乌龟 有卖小兔子的 还有小老鼠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哦它是甜的是吧 一股 咱们还是少吃点糖吧 地摊也是文化 现在开学季嘛 学生都来了 学生都回来了 好火爆 带着爱人都牵着手 小情侣 你看全都是情侣 没有男男俩 现在什么臭豆腐呀 卤煮啊 这些都火起来了哈 像什么章鱼小丸子 烤面筋 这都不火了 因为现在的人呢 追求重口味了 越来越重口 这就在南方就是叫酸眼 那北方叫水果捞 炖金丑 还有调料 直接给调一下是吧 对对对 新鲜的 十一块钱 吃饱喝足 小山东带我去看一圈城市的夜景 其实我要去不高 你看像那个白衬衣 白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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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买房买车 到这个城市来进行慢生活 建设着海港小城市 一步步走下来真的是不容易的 可是言谈中依旧可以感受到小山东 作为一个中年人80后 这一代人的压力和无奈 也许你会觉得 我们有点未老先衰了 但是事实总是给理想以及响亮的耳光 他虽然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那只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虽然也已经有车有房 但是代价是背负着几十年的负债 所以中年的我们才逐渐感觉到自己真的老了 就像他所说的 像一艘老旧的破船正在走向灭亡 知道这样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丧 但是那种青春的活力没有了 时间到底去哪了呢 我们不再是那个狂妄的青少年了 年纪越大越会觉得年轻真好 牡丹园真好 他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回忆 我在他下班以后端端续续小聚了几次 我也回请了他吃了点东西 又要去下一个城市了 走吧 再见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哎呀 你其实这好不协调 好不协调 快走吧 因为旅拍也是我其中的工作内容之一 我也不想再麻烦人家每天跟我在见面聚会了 老友不知道我们下次何时还能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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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